另外你可以買票來搭這個運河的船 讓大家都知道 你是觀光客 柯柯 今天吃飯店早餐 現在要排隊 他們時間是7點半到9點半 哇 豐盛耶 這邊還有這應該是 菜 いただきます 味噌湯裡面有海帶 我其實超怕吃辣豆的 我現在在看著那個辣豆 它沒有 然後我最愛的軟 看起來是蒸蛋但是顏色又不是 欸 這個質地不像喔 是加進去它不是加松霧 它不是松霧耶 鮭魚 生食即三倍 大家會把雙式的紫蘇葉吃下去嗎 我會 我超愛紫蘇葉 種類好多種 都不知道現在要先吃哪一個 你們看剛剛的媽媽送雙汁奶 它裡面有超大一塊 跟有像醬油跟海苔的一些飯 以早餐來說這個份量都蠻大的 我剛剛拿著這個想要喝一口 然後發現喝不到東西 喔 是果凍啊 白天的大通公園 就普普通通 因為它這個光啊 應該是晚上會發亮 很多燈泡的設置啦 可是白天沒有發亮 就變得有點有愛觀瞻 因為手太冷了 便利商店買一個手套 它是可以滑手機 我剛剛買了一個皮夾給我媽 在這個雜黃的三月 挑了一個日本品牌的錢包 因為我媽剛剛一直說很貴 它大概兩萬七多 只比大概六千多台幣 買個錢包沒想到還能退稅 看看可以退多少錢 耶 退了兩千多喔 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有一些地方的廁所很可愛 就如果你大便或是放屁 很吵 有那個聲音太尷尬 你就按這個 真的有聲音耶 很貼心 我們等一下要搭巴士去那個小樽 所以現在在三月這邊的地下街 買一點小小的食物 等一下在車上餓了可以吃 什麼東西都看起來超好吃 他們的炸物看起來也很像假的 超好吃 這個是自助餐的樣子 看起來也太高級了吧 還有這種串串的便當 決定跟著人群排隊買菜 剛出爐的耶 現在要來坐公車去小樽 因為我們考慮到我們住的地方 離JR小樽縣有點遠 所以決定走到附近去搭公車 我們住在Dormi Inn Premium小樽 超近 就這麼近 就這一間 這裡位置超好 對面呢就是魚市場 還有那個JR 在這裡 打擾囉 喔 雙床很棒 喔 整個風景 還有看到雪耶 日本啊 寸土寸金 所以基本上是睡旅館 它那個空間能夠放得下兩個打開的行李 就算是很大了 咬尊運河 我來啦 對面這一整排啊 在以前它是倉庫 因為是運河嘛 那現在通通都改建成商店 等我們明天早上的時候再來逛逛 我們今晚的餐廳 就在這個小巷子 經過了波折 我們終於有位子了 謝謝 我們點餐點超級久 因為店員的英文是 等於是零程度 然後他剛剛給我們看這個Menu 就是 它有兩個費 就是有一個是7000元一個是6500元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7000元一個6500元 然後結果他說 6500的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是很久以前的Menu 那你幹嘛放在現在的Menu上面給我看 主要是因為我媽她不太能吃生的 對但我就是想要帶她來試試看 所以就有稍微跟他們溝通一下 就是盡量不要出太多生事這樣 所以就溝通了很久喔 第一道前菜煮過的章魚 還有水母 我點了他推薦的清酒 而且我要熱的 乾杯 那章魚居然有煮過 我以為會是生的 就是章魚滿甜的 吃章魚的甜味 昆布海蛇皮 我覺得這個很昆布欸 然後海蛇皮脆脆的 自己家 好可愛喔 來介紹一下 這個第一個是蝦 第二個是當魚 第三個應該是爛尿蝦吧 就是長得很像怪物的那個 然後這個是蟹肉吧 它這個都是有煮過或者是有炙燒過 然後我的就是正常Omakase 超貼心 果然是米其林一件水準 它直接就告訴你這些是什麼部位 什麼魚 它的魚 目前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的飯 很黏欸 就是不會散開 它就是一坨飯 日本人的醋飯 都是長相的嗎 所以要熟悉一下 它的量跟它的魚料的份量 是還蠻和諧的 還蠻搭的 但是 我對醋飯有點不滿意 我覺得它沒有入口即化那種鬆散 看得出來它非常的紮實 然後比較黏一點 這有點接近 米跟麗 又來兩排啦 這是我媽的 這是我的全生的 阿里亞多 它的章魚 真的很好吃欸 你剛剛是覺得熟的很 但是章魚真的不能弄熟 它熟的真的有點 要啃一下 蝦就是甜 但我對它的飯真的不是很滿意 你看它的飯真的黏得太黏了啦 我看到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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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將 今天總共吃了一萬四千五百二 台幣只要三千多 好啦 如果是這個價錢便宜欸 欸日本 每成一星可以移植這個價錢 我很意外欸 吃飽飯啦 掰掰 回家囉 耶 要去它的大眾浴池泡湯啦 很夢幻喔 很美欸 我幫我媽拍照 哇 哇 聊得多 然後跟超多漫畫 九點半了 這間飯店有免費提供拉麵 拉麵 哇 這是一碗很簡單的醬油拉麵 但是熱熱的泡完湯吃一碗很爽 晚安啦 好嗨喔 又到了每天最期待吃早餐的時候啦 吃的時候拍子超像 吃完翻過來 然後他們就會來收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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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凍飯 醬醬醬 超豐盛 給大家看我的早餐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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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動啦 現在要去三角市場 離我們住的地方 走路大概30秒 哈哈哈哈 醬醬醬 三角市場 門口看起來超小的 但是聽說裡面別有洞天 超多海鮮 還有遇到台灣人店員 我媽心心念念的乾貝乾 我要送我東京的朋友這個 這個712級大顆 很便宜欸 它的丼飯也很便宜 其實看到市場啊 賣這麼多海膽 然後都一盒一盒 就會覺得不是很想吃他們餐廳的那種海膽 丼飯 因為就 直接買來蓋在飯上 就很便宜啊 我幹嘛去餐廳吃 這個蟹是就是這邊比較特殊的 它是蟹味很重 然後 帝王蟹大家知道就是吃它的肉 然後 松葉蟹就是它的肉是一絲一絲的 然後很甜 這樣子 可以摸摸它的頭 可以啊 你摸摸看 它的腳啊 什麼的 那要收啊 我怕丟他 我也怕丟他 哈哈 要不要帶一隻回家養 來不要吃 把它帶回家養 發現一個小確幸 就我們走去 郡河的路上有這個 中央市場123洞 我不知道有幾棟 但是呢 它裡面有暖氣 這呢 我們就這樣子 邊逛市場 邊走 應該就會到運河囉 回到了 昨天晚上來的地方 另外你可以買票 來搭這個運河的船 讓大家都知道 你是觀光客 客客 它這邊有一條小路可以走進來 裡面蠻可愛的啦 就很多店啦 就是如果要吃午餐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也有賣冰淇淋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其實現在真的是有點冷 實在是加Velope 路邊不是都會有人力車嗎 我們已經走了一半了 腳有點痠 這一間是有名的老店 不要以為是哨子廟 哨子館是賣玻璃工藝品的 有一棵特別的玻璃樹 很用心耶 小磚從明治時期 就在發展玻璃工業 一開始呢 是在做煤油燈 後來呢 又開始做海上的一些浮標 到在近年來就開始 把他們這項玻璃工業 發展成什麼玻璃杯啊 一些觀光客會買的東西 對 所以他們玻璃工業 就非常發達的 然後他們會用吹的方式 這邊有很多可以體驗 自己去做玻璃的東西 但是我 沒興趣 所以我們用買的吧 來逛一下 路邊看到人力車 雪妮來走一下 好 這是它的商店街 好爽喔 賣酒器 這邊感覺蠻好逛的 對啊對啊 這就是它的步行街啊 這樣我們等一下往回走 就知道要逛哪些 因為我們已經先看過了 當然我們這樣往回走喔 蛤 你不想走路嗎 他不會再回來喔 你想要認命當一個胖子嗎 我願意 謝謝 柚子 柚子 好吃喔 啊好吃 好可愛 他特別下車 停下來讓我們等那個燈 他讓我拍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嘿嘿 我要買半首禮囉 柳花亭 找到囉 兩個這個 他路邊的房子上面都有這種藤蔓 然後我剛發現他有這個小紫子耶 長得很像藍莓耶 好可愛喔 為什麼他們連路邊的楓葉都可以這麼美啊 怎麼中的啊 我們走了20分鐘走回來 沒有選擇拉車 算到600 650 反正他3000 3000日幣 好累喔 而且現在才不到2點你們知道嗎 我們早起吃了早餐出來逛完 還這麼早 我真的覺得 早起感覺人生可以多做好多事情喔 不過呢我回台灣之後還是會繼續睡到中午的唷 我們晚餐想說逛一下那個JR站附近的商店 結果全都沒開耶 他有夠荒涼的啦 我們到了一個疑似有餐廳位置的商場 我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我們決定買一買回去吃 看起來都不錯而且很便宜耶 店員帶我來了我最愛的地方 都是啤酒 他們現在很多酒上面都寫沒有糖耶 是不是很多人怕喝酒會胖啊 會喝酒的人 還在在乎會不會胖嗎 買個泡麵 泡麵YYDS 耶我們的晚餐兩個泡麵 菜 蟹肉 逃洋雞 鯨魚 手絲 可能我的啤酒 我媽的最愛 豆皮泡麵 耶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欸我的拉麵看起來超好吃耶 喔這個泡麵可以耶 不知道台灣有什麼進口 這個好棒喔 這個很濃郁耶 這個 它的麵是很Q的那種很像拉麵的那種麵 就是鮮肉打成泥了是不是 這個我覺得不推耶 就是它沒有脆脆 鯨魚 這就是吃健康 然後吃起來也還不錯 就是它的油脂味其實蠻豐富的啊 讓它幹嘛加量高 我發現我忘記喝啤酒了 我真是太對不起我自己了 我兩罐放在旁邊跟裝飾一樣 啊 我已不想聊天 就在家裡 我相信大家 就有什麼圓 呢 也算是 好 好